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163天 心意更新 我们教会旁边的大街上住着一位女士 她向路人讨钱 如果人家不给 她就大声咒骂 后来这女人死了 我主持了她的葬礼 这时我才得知 她早就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包括伦敦市区的一套豪华公寓 和好几幅名画 但这女人却选择住在大街上 和一袋袋垃圾为伍 她已流浪太久 已知不知该如何过正常体面的生活 她从未享受过那笔奢华的遗产 像这位女士一样 很多人害怕改变 甚至认为改变是不可能的 但好消息是 在神的帮助下 你能够改变 改变是灵命成长 和更像耶稣的关键 改变不但关乎外表和行为 更关乎内心 改变是如何开始的呢 诗篇73篇 1到14节 站在神的角度看问题 你是否怀疑过自己所委身的信仰 害怕一切到头来是场空 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飞黄腾达 事事顺利 你是否会暗生妒忌 觉得他们才是人生赢家 诗人努力让自己的心思纯净 但他发现生活实在太艰难了 他有很多征战 感到自己被各种诱惑 疑惑恐惧 以及焦虑捆绑 既受苦又遭难 诗人转身看看周围 这些人并不相信神 但日子却过得轻松愉快 于是他脚步不稳 开始滑跌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也许你身边也有很多成功的有钱人 虽然自私自利 但他们却身体健康 毫无负担 平步青云 这些人以止气使 眼中没有神 也不需要神 如果你发现自己正站在 这条让人滑跌的斜坡上 如果你怀疑一向执着坚守的良善 到头来全是枉然 那这首诗将告诉你该如何做 我们看到 一旦进入神的圣所 站在神的角度看世界时 一切就变了 诗人的心被彻底更新 他明白了愚望人的结局是什么 并确信自己的结局将截然不同 诗人开篇说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又在结尾出血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主啊 愿我进入你的圣所 从你的视角看待人生 感谢你 因为你实在恩待那些清新的人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新月圣经 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四节到八章第三节 接受心灵的割离 看到某些特别抵挡基督信仰的人时 你会不会怀疑他们的心肠将永远刚硬下去 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一个最敌对基督教的人 竟然被神彻底改变 割离是作为犹太人的标志 犹太男性会在出生第八天时接受割离 然而肉身受割离 只是心灵受割离的外在标志 在陈述的最后 斯基凡大意凛然 斥责审判他的人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于耳未受割离的人 常识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斯基凡说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刽子手 他们杀害了异者耶稣 斯基凡陈词的一个主题是 神不会被禁锢在某一个地方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无论会墓还是圣殿 他们都不是神真正的居所 就像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在耶稣之前 人们都要到圣殿去朝见神 随着耶稣的来临 人们将在耶稣基督里与神相遇 耶稣代替了会墓和圣殿 如今神通过圣灵与祂的百姓同在 这个真理尤其彰显在教会中 神通过圣灵与众信徒同在 通过祂的灵神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而此时神就住在斯提凡里面 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圣灵已被赐下 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圣殿 面对管理圣殿的大祭司 斯提凡毫无畏惧 慷慨陈词 这令宗教领袖们极其恼怒 他们向斯提凡咬牙切齿 最终 暴徒把斯提凡拖到城门口 用石头把他打死 人群中有一个年轻人 他带着未受割礼的心 此人就是扫罗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圣经说 扫罗也喜悦斯提凡被害 此后 扫罗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间里 在人类历史上 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像扫罗这样发生巨变的人 他从杀害基督徒的凶手 变成了将福音传遍天下的伟大使徒 设想一下 一个恐怖分子 后来竟变成了罗马教皇 但这可能也无法和扫罗的转变相比 转变是何时发生的 也许当扫罗看到斯提凡遇害时 福音的种子就已经洒进他的心里了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当人们向他扔石头时 斯提凡祷告道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 若干年后 这位眼睁睁看着斯提凡被打死的扫罗 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说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闻 割礼的意义就是除掉 基督徒要接受圣灵的割礼 若人心接受了圣灵的割礼 自然就希望摆脱不好的东西 并对所有阻挡与神亲近的事情说不 被圣灵充满后 你就会像斯提凡一样 洋溢出无穷的勇气 宽容和爱 主啊 我感谢你 是你的爱改变了我的心 感谢你 通过你的灵 我们都能被改变 旧约圣经 撒末尔记下 十八章十九节到十九章四十三节 在患难中成长 你正处在忧伤和患难中吗 神通常会用这样的处境来破碎你 令你心意更新 对他人生出更多的怜悯和爱 大卫的心就因忧伤和患难而得到净化 此刻 大卫又听到了一个更加令人心碎的消息 压沙龙死了 大卫心里伤痛 上城门楼去哀哭 我儿压沙龙啊 我儿 我儿压沙龙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压沙龙啊 我儿 我儿 约压毫不犹豫地责备大卫 提醒他此刻必须振奋精神 出去鼓励那些保卫他的将士们 约压说 现在你当出去 安慰你仆人的心 大卫的心意转变了 他克制情绪 照着约压的话行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 如同义人的心 不仅大卫的心意改变 世美也被感化 他向王下拜 并说 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 仆人行悖逆的事 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 不要纪念 也不要放在心上 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约瑟全家之中 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神使用极多的患难和忧伤 去掉了大卫的顽劣 如今的大卫满有智慧和恩典 如同明光一般照亮周围的人 他不仅赦免了世美 还非常智慧地处理了和米菲波社 喜巴 以及巴西莱之间的恩恩怨怨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犹大和以色列发生了口角 看来大卫又要面对下一场征战了 主啊 感谢你 因为你使用我生命中的患难和忧伤 请洁净我的心 让我有更多怜悯 佩伯的补充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被乱使打死 这定是个极其残忍可怕的场面 然而 斯蒂凡受难时 有奇异的事情发生 我不晓得还能有谁 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同在的意象 斯蒂凡寻到的重点 不在于他被暴徒打死 而在于圣父和圣子耶稣 一起迎他回天家 今日金句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 中文字幕秀赞 李宗监惠